大家看到天都未光 我就要過來機場準備 到底去哪裡呢 這次並不是過來機場拍攝這麼簡單 真的可以出差了 這幾年來都真的沒有飛過 真的等了好久了 這一刻好興奮 這次我被委派的任務去哪裡呢 就是出席新加坡的車展 現在去Check in 我們新加坡見 這次是Subaro邀請我們過來這一邊 在出發之前我在香港有問代理 會不會有Cross Track可以試試 看看也好 很可惜是沒有的 但是場地也有另外一部 值得拍片給大家看的 就是Subaro第一部的電動SUV Sotera 會在場地放了出來 還有有試車的環節 但是我們就有很多人 還有那個時間好像不算太多 希望可以拍到試車環節給大家看 現在我就會去Lobby 回合其他媒體一起出發場地 大家都看到每個人都圍著這部Sotera來拍攝 剛剛也有提到 它是Subaro第一部電動SUV 它叫Sotera 其實它是拉丁文 Sotera是等於太陽 Sotera是等於大地 所以是大地與太陽的意思 是拉丁文的意思 Sotera就說是代表它們越野的基因 大家留意的話 應該都知道它跟Toyota的BZ4X是姐妹車 都是同一生產線 都是日本外資源生產的 最大的分別在哪裏呢 就是它們的Logo 鬼面罩 頭崩把和尾燈不同之外 我覺得幾乎是一樣 看到實物的時候 其實這部車 它在日本是有分前驅版和全時四驅的 我也有問香港代理 香港會入甚麼版本 它就說香港只會入全時四驅雙摩打 大概Q3Q4這些時間 是入香港可以下訂 正式時間它就未確認 還未正式公佈 首先帶大家看看它的外觀 它的鬼面罩 亦是用Sofaru的家族麵譜 是綠邊形的設計 另外我覺得第一眼很有越野feel 令人最關注的地方 我覺得是防掛膠 應該說是另外最關注的地方 因為它連輪拱或前沙板 一整塊都是防掛膠邊 我覺得越野味立即提升了 但是深色車身會好看 會順眼一點 因為始終它太大 如果是白色車身 我覺得太顯眼 會不會那麼好看 可能這一部深色的會順眼一點 它這個車頂擾流尾翼 我覺得挺有型的 有些人覺得它很奇怪 反而我覺得它挺有趣 而是因為它好像貓耳一樣凸了出來 而尾燈方面它是分離式的設計 而且大家細心地看 它的車尾是倒梯形的設計 其實它是跟車頭的鬼面 就是呼應六角形 我覺得不看真點又不發覺 看真點就覺得這個位置挺細心 它經常都強調它的越野功能是厲害的 所以它非常強調它的離地距是210mm 而BZ4X是180mm 它就覺得這裡比它們強一點 它是20寸輪 我覺得挺漂亮 因為它是雙色的 今次新加坡車展 都邀請了Russ過來做飄移的表演 我相信都很刺激 它前幾年來過香港 今次再次在新加坡看到它 好厲害的燒輪味 超厲害 剛剛在現場 不能進入後座或前座看 現在來到這裏試車環節 有一部Display可以讓我們試一下位置 現在開來看看 它沒有腳踢尾門 只有電子尾門 它這裏有一個防偷盔的甲板 可以拆掉它都可以 另外如果你覺得空間不夠大 就可以將這塊甲板放在一層 可以放一些高一點的東西都可以 它的容量是450L 整體我覺得都挺闊的 還有它後座是六四分角 沒有電動的 只有手動的 很快去後座試一試 它的iPad是兩段式調校的 角度 我覺得有這個調校也不錯 因為不覺得太直的話 可以調校後一點 坐下我覺得稍為偏硬一點 如果它軟眼色中 可能軟一點會比較好 而且我覺得它的地台偏高 因為地台下鋪了電池 所以你看看我的腳部空間位 就偏高一點 我相信如果比較高的人 坐下會有一點辛苦 但是它的腿部空間 和頭頂空間都非常足夠 可能我小顆吧 它後座有兩個Type-T插頭位 還有兩個出風口位 就不能看冷氣溫度 不過只有調校也不錯 剛剛補充一下 雖然它的地台是平的 但有些高我覺得 不太舒服 其實我也喜歡有天窗 天幕那些 我覺得就是開陽感會大一點 但這個是有一大塊天幕 但不知道為甚麼 中間有一條橫樑 還要是通的 不知為甚麼 我猜應該是安全結構問題 想乾性好一點 但真的太奇怪 有些不夠漂亮 可以再完美一點 好 很快就來到前座 今天我們試駕駛的車 是左軚 講回基本的設備 它的儀錶是7吋 中間的中控台是13.2吋 它支援無線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 我看到那些儲物盤子都有 好像這些位置 還有下面有一個中控的位置 可以拿來放小袋子 那些空間我覺得都不錯 我覺得比較好的就是電子倒後鏡 有這個功能我也喜歡 因為可能你後面放滿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功能 另外我覺得前面這個鏢台位 它有點像布的質地 挺有趣的 但我覺得應該都挺容易弄髒的 那不知道它防風水呢 由於整個活動非常闖絕的關係 所以車內其他的細節位 那些需要補車到香港之後 試車的時候再作詳細的分析 補充性能方面 它的馬力是215匹 扭力是336米 0至106.9秒 而續航能力方面 WLTP計算是414公里 實質有多少呢 要測試才知道 至於電池容量方面 就是71.4kWh DC支援到150kW AC支援到7kW 以快測的情況下 30分鐘就測到80%左右 而今次所安排的Sotera試車活動 就是一條大壺所設定的 Dynamic Track裡面試了 過程是非常之短 大概幾十秒就完成了 在這短短幾十秒裡面 都感覺到它是低重心 而駕駛的座位又偏高 但也算是一部以控制的電動車 剛剛也有提到 時間非常非常之有限 所以駕駛了一圈後 又真的很難去測試到 各種性能上 四驅上的真實表現 也是那句 要等到它來香港才可以試清楚 最後售價是多少呢 代理就說代定 我們都未知的 我們有消息的時候就告訴大家 這麼快就完整個旅程了 我現在在機場準備回香港了 希望下次有其他機會去其他地方試車 我們香港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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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